現在到客戶的家在楊梅 我今天是要第五次的訓練 我到家的狗會不會亂叫 叫沒有關係,主人要叫它暫停 出台車子,我們家在這裡 這是外面,鄰居的狗,廢叫是應該的 出台車子喔 先讓它停叫 叫的話就是甩的聲音要出來 比較好,比較好 沒關係,不錯 好很多,這個地方有進步 對,很好 不要亂走,你就不用去拉它 只是你手不要,萬一它沒有回來的時候 你要引導它 你就大概就是來回走這個大概二三十公尺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喔 有狀況的時候,你推推看 開始 隨便它,跟你無神的時候一樣 走到第二根,第二根就回來 你看它都會在看你耶 我一來還不一樣喔 只能攻去的 不然你都完全空手沒辦法 它現在跟著還不錯啊 好,我們在這邊停一下 你現在小狗放掉會跑不見 你現在小狗放掉會跑不見 你繩子就放在地上就放著 我看會怎麼樣 好 不要理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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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個來了 最好最好 我們來看看喔 有狀況要吹喔 吹吹吹吹 吹吹吹 欸欸欸 踩踩 欸 欸 欸 來來來 我幫你踩住身子 有沒有 有沒有,有回來啦 沒回來啦 摸摸他好乖喔 又來又來太好了 你動一下 你故意跑步 故意小跑步 好,等一下要吹喔 真的來了喔 好,停一下 停一下 哈哈 你幹嘛吹啊 他也沒吹 哈哈 我看那好像要走到跑的樣子 對對對 沒關係 還不錯齁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它有辨別啦 嗯 就是 他知道我可能 欸又來一台車子 你再往前跑一下 往前跑一下 往那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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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追吧 在這邊就可以練很多次啊 你要找對的地方齁 好,現在請鄰居 摩托車都會追車,我看一下 你讓我在這邊停,你要吹就對了 你就站在那個讓我看得到的位置 沒有啊 再麻煩一次就好 再麻煩一次 我離遠一點,他可能怕我不敢追 主人說什麼,我每次回去他就會追 那我也相信是真的 在這邊就好 我看到車子就這樣 然後好像有一點隱 那個隱就是他自己受不了,他覺得很好 你說什麼我回去以後 他都...你們都自止不了嗎? 對 你知道你自止不了的原因是什麼嗎? 自止不了 你最大的失誤是什麼? 應該是跳太快吧 那有執行了吧 對,你把他完全放神 對,想說 老師可以這樣做,我應該做得到 沒有啦,你要照步來 很多客戶都是 怎麼老師可以無神的跟著 我也要,這裡有神都走不太好 你怎麼無神 對,沒錯 所以你要慢慢知道 其實狗其實你按部就班 他可以做到 但是我跟你講 你女兒跟你兒子 他根本在裡面叫他臥倒 可能都很難 你就別想說 他們可以去叫那個狗 制止他去追車子 很難啦 除非你 除非你 你已經練得很好的 你再跟他們一起出去幾次 然後你叫給他們看 才有辦法 他們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我訓練完了以後 他們帶出去也不見得 當然嘛 這個道理很簡單 他算是認主人的 不然你說我來的時候 他什麼錯都不會犯 一樣啦 是喔 所以說就算我練成了 他帶他們出去也沒有辦法 百分之九十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是不會犯 這樣子喔 就是說沒有辦法把他根治掉的意思 就是他是跟著主人把這個環境 沒有他根治的掉 就是你人有訓練 他就根治了 是喔 因為這隻狗他今天去追車子 不是說你兩天前他來出現這個 已經很久了嘛 追多久你自己講 五六個月了吧 沒有啦 大概四五個三個月吧 因為他三四個月才會 開始會外面外面跑 三四個月 他現在六個月而已 所以追了大概三個月嘛 三個月相當於 人的話是六年 對啊 你抽菸抽六年 你現在叫他借齁 有點難 但是那個人如果是 法官還是那個 矯正署的人 站在他前面 他可能不敢抽喔 你知道嗎 是因為我們他不敢抽 久了以後他想說 算了啦 就每次你在前面都 好像去追車子 都會被罵或什麼 乾脆 乾脆戒掉好了 他才會這樣子 那現在就 你兒子跟女兒出來 哇 大抽菸的時候 他就 還順便拿人給你女兒 他還希望你女兒去追車子 跟他一起玩 喔 OK 好 OKOK 拜拜 謝謝